因為它會從第幾列開始 從第三列 所以我這邊多一個J 這個J指的就是其他工作表 第三個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列 接下來做什麼 如果 I裡面的B欄 指的就是說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B欄 就是王慶祿 跟什麼呢 跟這邊的B欄 這一欄裡面的B欄 如果相同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跟有沒有 就等於是前後比較 如果相同的話 特別是這邊還前面還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J指S 這個指的是什麼 第幾個工作表的意思 那我先從第二個工作表 先比一下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什麼 把找到的C 就是找到如果兩個相等 把它的C欄裡面的資料 幫我 跟原來的C欄裡面的 因為你可能會一直累加 所以兩個累加之後 再丟回去給原來的儲存格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見額外的一個變數 暫時存放了 不過這裡是直接存取 抓裡面的值 再跟前面的加起來 再把它存回去 那這樣的話呢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 再換下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S 全部跑完對不對 再換第三個 第三個全部跑完 跑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完成了 所以輸出的話 就應該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了 大概邏輯是這樣子 那最後這邊有一行 這邊有一個衣服 這個 西欄裡面的如果是等於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就補一個零 這一行是最後 後來再加上去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這樣全部跑完的話 會發生一個狀況 它裡面如果什麼事都沒有存取過的話 那它裡面是空的 那怎麼辦 空的好像怪怪的 應該空的話應該放什麼 補一個零吧 所以 最後為什麼補這一行 因為 當這個上面的邏輯 這個地方的迴圈 全部比完之後 我再檢查一下 這個西欄裡面的值 是不是有沒有變動 如果沒有表示說它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再把它補個零就可以了 所以if sales這個地方等於空字串的話 then 這個補一個零 那你會想說老師很奇怪 then後面不是沒有 不能放東西嗎 你怎麼放個東西在這裡呢 特別出來 本來應該怎麼寫 本來應該是這樣寫 有沒有 就是if 這個等於這個條 then 然後呢就執行這個 但是特別注意 VBA 它有一個 如果說你底下的這個東西 只有一行的話 它是可以直接寫到ran後面 這樣的話本來有三行嘛 那因為如果你想我的原則這樣 如果可以寫一行我就不會想要寫三行 所以怎麼樣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delete著掉 如果只有一行 如果兩行就不行 你不能說兩行都放在後面不行 一行 然後可以把and if拿掉 這個時候就可以這樣敘述 OK 那全部跑完的話 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類似是像這樣 OK 那因為這個難度 比較難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 警工各位參考 如果你 你現在沒辦法體悟的話 可以先把它留下來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 記得是在比較下面的這個地方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 所以這個沿襲總時數 記得可能會有幾個地方發生錯誤 就是你貼上程序的位置 記得不要貼到別人家去 到時候會找不到 所以你要先check一下 是不是貼到你自己應該貼的位置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輸出的話 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輸出公式 第二個是跨工作表的敘述 那這種寫法 它的缺點就是說 會有好多個for 總共會有三個for 那也許暫時 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提悟的話 你可以先留下來 後面也許我們還會 多一些類似這種敘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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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